好 下面请我们智慧的佛友回答问题 师傅好 师傅辛苦了 德国同修都很想念您 祝您法体安康 弘法胜利 明天纽约万能大法会圆满成功 今天弟子代表德国共修主请教师傅两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问题一 有位佛友为了上香 不打老家人就调整了家中的格局 佛台从客厅移到了儿童房 儿童房移到了原来的主卧 夫妻俩则睡到了客厅的一角 客厅与开放式的厨房是连通的 这样家中格局全部调整 请教师傅 同修是否应该参照搬家的方法 给房子的药金者念诵小房子 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 请师傅 自备开示 他为什么要换来换去的 弟子想他是恭敬菩萨 想把家里最好的地方供菩萨设佛台 其实放在客厅里也没关系的呀 居然已经动了就不要再动了 其实主卧室很重要 因为在风水学上来讲 夫妻两个人的床放在客厅当中 开放式不是太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睡房就是睡房 他恭敬菩萨的话 其实菩萨喜欢在客厅里呀 干净不是睡觉的地方 对师傅 我刚刚注意看了一下 他的客厅是与厨房连通的 客厅没关系的呀 没关系 这个其实没关系的 他自己搬到客厅里了 他就不稳定了 好的 所以他不懂呗 感恩师傅 感恩您的开示 好啊 谢谢 问题二 学佛是为了开波罗智慧 师傅曾在白话佛法中 教大家三条路开智慧 第一条路是思索之路 第二条路是模仿之路 还有一条是经验之路 其中模仿之路是最容易开智慧的 而经验之路是一条最艰苦的路 请教师傅 我们这一世跟着师傅在人间行菩萨道 妙法度众弘扬正法 是否比较容易进入菩萨道 弟子们应该怎样跟随师傅红法的脚步 不断提升愿力 而一世修成呢 而一世修成 就要好好地紧跟师傅的步伐 你们不是跟得蛮紧的吧 我现在跑到哪里你们跟到哪里 跑到美国来你们都跟到美国来了 对不对呀 而且还要度人多好啊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看欧洲过来也要十七八个小时啊 他们不容易的他们过来 真的他们这些孩子真的很可爱啊 现在真的一心学佛啊 我可以告诉你可以避应很多事情的啊 供业都可以笑掉很多啊 所以现在要明白啊 像你们现在已经修得很好了 不但要经验之路 还要好好地跟着师傅的脚步走 一步 两步 三步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弟子这次从欧洲来到美国也是发喜充满 我们中秋节的时候 白天在马路上红发度众 晚上坐在观音堂听师傅的开示 还有月饼吃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给我们中秋节送来甜甜的月饼 这些孩子要记住 慈悲的孩子就要懂得怎么样感恩 感恩的孩子心中充满的慈悲 不是一个月饼的问题 以后要多吃几个月饼的问题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 就像师傅讲的人生是苦的 月饼是甜的 美国的月饼真的很甜 哈哈哈哈 以后要多做讲师了 好好做讲师啊 要度人啊 你们这些孩子我告诉你 以切身的体会能够度众生啊 真是功德无良啊 所以经过白化佛法的学习 一直现在脑子非常清楚 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模仿之路 就是跟着师傅的脚步走 就是在人间土度众生 我们一定要跟着师傅好好修 一定到自信圆满 一定回到天上的家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德国共修主一定团结 一定坚定信念 一门精进 广度有缘 报佛恩 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师 佛友们 祝愿明年的欧洲法会 感恩那么大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嗯 师傅现在是两年一次欧洲 啊 两年一次美国 一个今年 比方说跑美国了 下 就明年就跑欧洲 美国就不来了 所以也是啊 如果你们特别的要师傅来 你们一定要度很多人 我才会加班再来 慈悲的师傅 您辛苦了 嗯 您辛苦了 不要灵性苦了 灵性还苦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感恩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 为什么菩萨的原生 会有形象 请师父 开始 对不起 谁告诉你 菩萨是无相的 菩萨心里是无相的 但是还是有形象的 听得懂吗 你啊 听得懂 真正的最上面的 听得懂吗 一种能量体 所以这个东西还不能马上跟你讲 好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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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二 林中四大分离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感觉 会看到哪些景象 我们该如何在临终的时候 保持正面 不被自己的业力所牵引 请师父开始 你想现在就知道啊 你要试试看吧 临终的形象是这样的 你修得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听到有音乐生气 有菩萨来接你 如果你修得不好 就看见有一个黑人 还有一个白人 跑过来 抓住你 往你往下拉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记住了 八小时不能动 有福气的人晚上睡觉 睡下去之后走掉了 然后呢 一个晚上没人动他 到第二天早上 保持笑咪咪咪的样子 这种人上天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浑身插满管子的 左一刀右一刀 这个割掉那个割掉 这个人基本上已经不是太有福气的了 就是靠平时 好好地修啊 所以修到最后这是一个考试 实际上人的一生 再怎么说你好 没有用的 最后走掉了 这个时候 你上天了 你就是成功了 所以最后的考试最重要 所以完全修 就是为了最后能够上不上去 所以在人间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句话 不争人间天下事 试看天象天上谁能行 有本事咱们在天上见 在人间你不要跟我骄傲 没有用的 有本事在天上见 感恩师父 问题三 如果有人向我们咨询给小孩取名字的问题 但是这个人不信佛 我们能否把师父关于取名的开示给他看 这师父会动了他的因果 这个师父不会动了他的因果的 因为这个没有关系的 比方说他属马达 你就跟他经常要有四点水 因为马有四个脚 比方说这是一个兔子 最好上面有一个草字头 听得懂吗 要有草吃 感恩师父 问题四 请问师父 许多师兄是因为家人的原因 而开始学佛的 比方说孩子生病 父母亲身体不好 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好等等 请问师父 师父这位师兄学佛学得越好 越经济 功德越高 当初使他学佛的增上缘 也就是他的家人 功德也会随之越来越高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这位师兄 学佛学得越好 越经济 他的功德 就可以避应 当初使他学佛的生病的家人呢 感恩师父 当然可以了 你学得修得好 这是你的佛缘 家里人让你学佛了 因为家里苦了 这是一个佛缘 当你学得很好的时候 你反过来 可以避应他们的呀 现在明白吗 很多孩子 比方说 刚刚爸爸妈妈从小 让他去好好读书 给他花很多钱 这个时候 是爸爸妈妈让他学佛 让他学习 等到他高中了 做一个总经理了 有钱了 他反过来孝顺爸爸妈妈 这一样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美丽的青岛 欢迎您 我们一定紧紧追随 恩师弘法的脚步 不如使命 不忘恩师重托 如履薄冰 低调修行 正庆正念 广度有缘 祈愿恩师 圆梦中国 中国圆梦 祝愿明天的纽约万人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然后这些孩子真的很可爱 很老实 很善良 所以师父不愿意 让他们去接触外城 跟坏人一接触 那些坏人就要骗他们的 所以尽量保持一个好的环境 不要外面去乱跑 否则师父会心痛的 培养了半天 这么老实的 最后被一个坏男人 骗掉了 心里都会很痛 有没有什么心态啊 请讲吧 师父您好 这者向您请安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草 感恩师方三世一切诸佛 及隆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恩师此佛鲁君恒台长 弟子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修主 有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哟妈妈 请问师父 同修之间有时候会梦到 其他人似的同修 有的梦境好 有的梦境不是太好 做梦的同修 就会以自己对梦的理解 去认定被梦到的同修 输得好不好 是否精进 有的同修 甚至还会告诉周边熟悉的同修 说梦到对方不好 修的不好什么的 被梦到的同修莫名其妙 请问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首先梦到之后 的确是有些原因的 上辈子两个人的缘分 包括这辈子 他对方做的好不好 真的会有一点 就是怕有些人加油添醋 实际上 你可以善意的跟他提醒 但是不要说固定的 马上就指责他 哎呀你肯定修的不好了 这个不如理不如法的 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一个梦 马上就可以说人家不好的 所以你可以造出来说 哎呀我做个梦 你菩萨来了 说你怎么这么不好 不可以的 明白了吗 你只能说善意的提醒 我做了个梦哦 可能你要当心一点 可能咱们再提醒他一下就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直辈开始 有个刚入门的新同修家住乡下 原来不懂学国念经 不了解因果 同时受环境所限 在乡下家里养了五十几头驴 面临 定出来就是被杀被卖掉 同修刚刚几天结缘到了心理法门 佛学书和师父的开始 明白了不能杀生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如理如法的 安置至五十几头驴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可能也继续养不起了 是否可以卖掉 但是同修就觉得一件事 卖给别人后 驴的生命就会不好 也会被人家杀掉 该怎么做呢 因为同修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养驴呢 我都搞不清楚 什么不能养 为什么养驴呢 养驴有什么好呢 现在呢像他的情况 如果他家里非常非常的 这个这个这个困境没有钱 那只能呢 他第一他不能养了 他如果卖掉的话呢 他就必须要念念小房子了 他要准备好人家给杀掉的 所以他换来的这些钱 他也是有业障 他必须还要放生 他只能好好地念小房子 来超渡这五十多头驴了 明白吗 现在我们人都来不及超渡 还要超渡驴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直接开始 嗯 还要再拍我的照片 我不大喜欢 你放在博客上的 或者放在QQ群上的 如果呢这是恶意的话呢 你就必须跟他讲了 对不对啊 你说你这样不如理不如法的 师傅也讲了 不如理不如法 对不对啊 就可以了 这种事情 让他做一次 也不会损害他怎么样 但是如果他不愿意 可以提醒他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傅 直接开始 印度尼西亚公修祖会 努力弘法度众 我们期待师傅明年再次 立临巴弹岛与雅加达开法会 广度有缘众生 离苦得乐 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祝福 中南广大灵感观 圣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祈隆天父法 感恩师傅 感恩大家 师傅到印度尼西亚 哎呀蛮厉害的 他们啊 第一次啊 第一次开法会就七八千人了 挤得满满的 两个地方都七八千人 所以以后还要 可能还要开万人法会更厉害 所以你请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祝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如君弘师傅 感恩法师们 各位义工佛友祝愿 纽约法会 弟子代表亚特兰大 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 有缘一起共修的重修佛友们 给师傅请安 请师傅慈悲开示三个问题 一 请问师傅 为什么跟有的人打电话 或者只是微信聊天 都特别容易烦躁 至于对方有冤结 还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药精则 跟谁啊 跟谁打电话 比如说熟悉的 有熟悉的朋友 那他身上有阴气啊 凡是身上有阴气啊 或者有业障的人 你都会感觉不舒服的 这很正常的呀 不开心啊 所以为什么你们喜欢跟师傅在一起了 跟师傅在一起开心啊 你去跟一个整天倒霉的人 哭诉的人 整天不开心的人 你会开心不啦 傻姑娘啊 打电话 说咋啦 你怎么好咋的啦 感恩师傅 发个E-mail就好了 对 对不对啦 Hello 好啊呦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问题二是 徒修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飞机里程积分 帮别的朋友购买机票 徒修只是使用自己的积分 获得了机票 并没有花钱 这种情况下 徒修可以适当收取 佛有相当价值的现金吗 是否如理有还不如理 啊 你要帮人家就好好帮啦 积分给人家啦 还要为人家收点钱 这个就是不是要存善 对不对啊 对 存善就是完全帮助别人的 那你还不如你自己用了呢 对 对 你既然要帮人家 还要为人家收点钱回来 这算什么东西啊 是 来人哪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在问题三是 同修家的房子有两个房间屋顶漏水 一个找不到原因 另外一个是被树砸了 但保险公司推卸责任不愿意修 经过专业检查 仍然找不到原因 同修已经给家里的药金泽 念了一百多张小房子 还可以听到屋顶上有响声 请问师傅 在不看除尘的情况下 许愿多少张小房子合适 像这种吗 有两种情况 真的有灵性在房顶上搞的 真的过去都很多的 在自古以来就有记载 可以把你房顶掀掉 鬼在上面 像有天眼的人就看得见 这什么稀奇了 他肯定的 人家就鬼在给他闹房 叫鬼闹房 听得懂吧 鬼上墙 对不对 鬼压身 他都很厉害的 像这种 他肯定做了 肯定缺德的事情 所以叫他好好地念 小房子要超度 否则的话他不会走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很多家里堵塞了 你看在我们澳大利亚 有一家人家 你看打雷 没有 你说打雷你说倒霉吧 打了他们的烟囱管 从上面打下来 家里全部烧光 开什么玩笑了 你这种事情 你没有灵性怎么可能呢 所以你自己 叫他好好念经 好好忏悔 不要再动坏脑筋 你记住了 这种都是动了太多坏脑筋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一波一波的念想 哎 刚刚机票收人家钱 是不是他了 动坏脑筋了 是不是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我们美国东南部的三个州 有缘一起共修的同修们 一定会一门精进 努力度人 弘扬心灵法门 请师父慈悲交持我们 祝愿明天美国万能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谢谢 谢谢 现在美国几乎到处都有心灵法门 哇 师父法气充满了 感恩南无大自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佛萨 感恩大自大悲师父摩佛萨 感恩法师 弟子代表新西兰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三个问题 感恩师父 一 请问师父 如果孩子每天坚持诵经 学佛精进 家长可否给买礼物 或者给些零用钱作为鼓励 请师父慈悲开示 当然可以了 孩子好好听话 对他进行鼓励很好 完全可以的 为什么不可以了 你这钱偷来抢来的 鼓励孩子完全可以 当然了 你能够多鼓励他以后念经 那更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这个孩子开始不肯念经 你哪怕给他买个玩具 你说你好好念经了 妈妈给你买点玩具 那也叫妙法 听得懂了吗 听懂 他们新西兰孩子非常纯洁 有很努力的 非常好 感恩师父 二 请问师父 有些同修身上有多处疾病 同修针对其中一种疾病 需要念多久的礼佛 还是我们只需求观世音菩萨 帮助我们忏悔 并消除身上的业障 由菩萨来安排先消除哪一部分的业障 请师父自备开始 菩萨要帮你开个会 先准备消除哪一部分的业障 记住一句话 痛了 这个地方痛了 可以直接求 请观世音菩萨消除我某某部位的业障 其他的全部就求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身体好 消除我身上身体上的某些业障 就可以了 菩萨因为有些病不痛 他有一个先来后到 他哪个部位影响到哪个部位 菩萨都会帮你安排的 是真的 但是这个地方直接痛了 那你直接可以求菩萨 说先消我这个业障 消除小房子 消除我胃部的业障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三 请问师父 礼佛大忏悔文中 有一段经文送到 如是等一切世界 诸佛世尊常住在世 是诸世尊当辞念我 若我此生 若我前生 从无始生死以来 所作重罪 在诵这段经文时 虽然我们没有祈求 忏悔前世业障 而实际上我们只要念诵 也就等于在忏悔前世的业障 从而导致了我们念诵里佛大忏悔文 激活前世业障 不会 这是你想的 因为菩萨在帮我们担着呢 念离佛的时候 前面把菩萨 这么多的菩萨 全部都是大慈大悲的 全部都是有法力的菩萨 放在前面 为什么 前面这么多菩萨求过了之后 你才敢讲啊 我无始结以来的罪证啊 罪账啊 才可以消啊 你否则你敢讲的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还以为聪明呢 感恩师父死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 新西兰全体佛友都非常的心疼师父 我们众弟子一定精进学佛如履佛兵 穿结一心 一笑后行 努力红炮 他们生的感情啊 这孩子不是假的 他们一直这样的 讲起师父就掉眼泪了 我告诉你 请大肆大悲观世音菩萨巴马保佑我们 请师父慈悲 加持我们新西兰众弟子 增长智慧 广度有缘 鸿法顺利 请师父加持新西兰奥克兰 2016年11月6号法会 顺利圆满成功 不是假的吧 孩子很纯洁的 现在这种真的感情很少啊 真的人需要这种感情啊 好嘞 最最后 新西兰共修组 预祝师父明天有约法会 顺利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众生 法喜充满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们 师父这两天啊 哎呀 睡觉睡得很早 从来没有过的 十一点多钟就睡了 哎呀 你知道我在澳大利亚三点钟睡觉 每天基本时间是三点到三点半 真的不好啊 所以这点时间过了之后 对肾脏肝脏啊修养的时间都没有了 所以这两天在修的 休息的非常好 所以今天精神还是很好的 讲吧 帝子给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到十大悲 祝福祝那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和萨 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菩萨 师父卢台长 弟子代表英国公修祖 向恩子提出四个问题 问题一 是不是有一点激张 OK 请问师父 师父说过法会上 师父开过光的菩萨宝像 或者菩萨吊椎 经过一年之后就会没有了灵气 如果在观音堂的菩萨宝像 或者菩萨吊椎 菩萨护身卡 如果存放超过了一年 当有佛友想要结缘这些 存放超过一年的结缘品时 观音堂的义工可不可以 先把佛友想要结缘的物品 放到佛台上 请菩萨保佑这些结缘物品 佛光普照 这样可以做吗 很聪明 这很聪明 可以的 放在观音堂的就可以 在送结缘给别人的时候 先放在佛台上放一下 放一下的时候 不能直接放在玻璃上的 要弄一个小的 红的 不包好的 一个像 一个小台阶一样东西 就像也是供在上面 听得懂吗 就平方在上面都可以 明白吗 照样会有灵气上来的 没关系呢 感恩师父持杯开示 问题二 有的师兄 之前菩萨佗梦告诉他 孩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这个孩子 却没有精进的 精进的修行念经 他慢慢梦到孩子会被收回 如果之类孩子真被收回了 他们能否回到天上 还是其他地方呢 请师父 几岁了这孩子 不知道 如果一般小的孩子收回了 会回天上的 知道他在人间不精进 学不出来 就会把他收回 因为这些很多的 天上下来的孩子 他们也是说成愿 他们自己也发愿下来 所以会收回去 收回去 应该还回到回到天上 最可怕的就是 生重病了之后 就是你是上辈子的菩萨 你也回不去了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师父慈悲开始 问题三 师兄们在度人的时候 如何能更好的善观因缘 比如有心佛有比较内向 供修的时候不怎么说话 平时也没有什么问题 如何去更好的跟进他们 请师父慈悲开始 嗯 跟进就是好好的度他们 度了一个人之后 你要记住要继续跟进 因为你不跟进 你会让他会命 他刚刚想学了 你经常打个电话 请他到这礼拜六来吃素 让他听听 就是其实就是在度他的会命 跟进 所以跟进很重要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开始 问题是 请问师父 在观音堂值班 当然是件发行的事情 如果到观音堂来值班 不为发心 只为做功德 而且还带有一种应酬的心态 请问师父这样的 到观音堂来值班 是否会导致功德有漏 抱有这种心态的观音堂值班 是否不如理不如法 记住了 每一个人都是由心合发起来的 你到观音堂来 你发多少心 就得到多少功德 如果你今天发心 是完全是为了 能够让更多的人 能够在观音堂里 好好学佛念经 那你守着 你就是护法神 所以你的功德就无量 如果你觉得像上班一样 好像应付一样 那你当然功德有漏了 明白了吗 明白 还请师父为大家 持背开示几句 让我们能够改正一些错误的想法 鼓励大家 让大家更能够真正的感觉到 得到观音堂值班 值班义工是多么的法喜无比的 法喜无比啊 在菩萨面前法喜吧 你在菩萨面上做 做那个护法神法喜吧 现在明白了吗 你能够在菩萨观音堂里面值班 就是你的福报 就是你的福分 以后我们到天上去 能够站在观音菩萨面上 做观音菩萨的护法 法喜吧 咱们师父直接开始 地址的问题问完了 师父 请您放心 我们英国公修主 全体同修 齐心学历 一门精进 紧跟师父的红法脚步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将心灵法门在英国弘扬光大 请师父多吃饭多休息 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感恩观音菩萨摩河河 感恩师父 谢谢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河 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 感恩法师们 感恩佛友们 帝子代表四川共修组有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五册中讲到 当我们念佛 意佛 我们的心和佛相应的时候 魔和灵性都进不了身 那为什么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我们在想到观世音菩萨的同时 也会受到灵性的干扰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还不够纯洁 人家讲的心中有佛的时候 那是高僧大德 他们心中完全充满的佛光 充满的佛性 当然磨上不了身了 像你们这些一会有佛 一会有磨 换来换去 那当然磨也会来了 现在听得懂了吗 就是还不够干净 明白了吗 要彻底干净 你才会磨上不来 问题二 有一位老同修梦见自己在天上的莲花不在了 但是平时这位老同修 有精进度人 度了很多人 也经常祝愿法会 他现在由于这个梦境 而心里面一直很有压力 对他学佛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他也许了一千零八十遍礼佛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里做错了 请师父慈悲开示 帮助他续佛会命 感恩师父 他是这样的 一般的如果做梦做到莲花不见了 基本上都是掉下来了 那么怎么会掉下来的 有两种 一种就是度人当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 话语 护法神看到了 听到了他就会把你拉下来 很厉害的 如果你比方说 你度人的当中 比方说什么家里家里 家里们算了 家里们怎么样 好了你出事了 你不能这样的 劝何不劝离的了 那这种东西都是很厉害的 还有 这个东西没关系的 哎呀 菩萨也会理解 拿菩萨开玩笑 没有这个福分 他一开 护法神马上就一棍子就把你打下来 现在明白了吗 他一定做错事情 或者就是他吃了荤的 许愿素的 他吃了荤的 一定是愿力里面出问题 才会莲花掉下来 否则不会的 或者动脑筋 像这个老伯伯 你问他 度了几个小女孩 他如果度了很多小女孩 莲花不嫁来 才怪呢 少度小女孩 听得懂吗 感恩师傅 心里我们年纪大的老伯伯 不能度小女孩 年纪大的老妈妈 不能度小伙子 问题三 师傅曾经讲过 见闻觉知越多 心造业就越多 我们学佛通过闻思修 来广度有缘众生 我们如何把这个出发心 完全转为道用 使我们的心不造心业呢 好好修 这些问题都是修到高的时候 才会有悟性 闻思修了 你闻到什么了 你思维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到底怎么修啊 都是到了你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你才会修得好 闻思修 不是这么简单的 要闻佛法 思维佛的思维 跟佛一样 然后修 修正自己人间的不好的行为 用佛法来装满自己的心胸 和自己的本源 让自己的本源的佛性完全充实 在自己闻思修当中 你才会渐渐的进步 你才会脱离人间的凡尘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最后祝师傅法体安康 长久注视广度有缘 也预祝明天的纽约法会顺利圆满成功 感恩师傅感恩大家 谢谢 师傅您好 你这个裤脚管怎么这么短的啦 有意的 是时髦是吧现在 啊 不是的 加一段 剪下来 加一段 真的 不大庄业 哈哈哈 讲八啥姑娘 感恩大自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一切 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师傅 感恩各位法师 佛友 和义工们 弟子 请代表日本共修组 提以下三个问题 是 第一个问题 由于做劝导声闻的黄纸 每天使用 一段日子后就变旧并有破损 一位同修 在法会期间 咨询了佛台主的义工同修 是否需要重新写一张 相同内容的新纸张 作为 劝导声闻 义工同修 建议用 已破损的黄纸 因为那里有能量 并建议用透明塑料纸 已经破掉了还有能量啊 赶快包包好扔掉了 写一张新的 听得懂了吗 听懂 感恩师傅 慈悲开始 昨天我想到了 昨天我想有一个人真好玩 说师傅经常 模仿人家方言 他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模仿人家方言 昨天晚上想起来就笑 感恩师傅 第二个问题 一位同修由于根基很深 刚刚开始念经念小房子 就感应非常强 此次第一次参加师傅的开示 便看到了思维体空间的众生 开始只是一个形象 慢慢的越来越清晰 甚至连表情都看得非常清楚 什么时候啊 昨天晚上 看样子台长又有副台长了吧 然后呢 然后在 然后 然后在观音堂念经时 感觉有很多东西围绕着他 同修有些困惑 请师傅慈悲开示 这位同修该怎么做 很简单 他看得见 他当然看得见菩萨 也看得见鬼啊 这是 这种很多看天眼的人 很多的痛苦 所以很多人全都不看 所以菩萨并不主张让人看 明白了吗 很多小孩子 我为什么帮他们观天眼呢 还有很多人看得见 我都帮他们关掉了 为什么 不能上课了 很多小孩子 上课的时候 看见老师 你后面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在那里呢 好了老师 胡说 好 关到医院里去了 不能看的 像他昨天看见了 看到三维空间以上 四维空间当中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 早就存在的东西 这个暗物质 而且在星球 整个星球都是他们的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呢 像这种人呢 最好呢 叫他好好地念大悲众 不要刻意地去看 偶然地看见 没关系 但是不要刻意地去看 刻意地去一想 用意念去看 好了 他跟你交朋友了 就像我们现在做人一样 你有无意地当中大家看 人家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啪 盯住这个人看 你如果笑嘻嘻地看 人家以为你喜欢他 如果你凶凶地看 人家马上跑过来揍你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以为师父好当的 在人间我还要 控制好自己的表情 感情给你们 我有时候跟灵性打交道 我也要注意的 对他们一凶 他们也不卖账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是说你有法力 他就卖你账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那些灵性很麻烦的 抓住你怎么办 听得懂吗 听懂了 第三个问题 是你看见的 我女儿 我女儿 女儿 让他不要看 几岁啊 21岁 21岁 21岁啊 她她是不是 是不是妇科不太好啊 不知道 问问她看 好 引起比较重 像她这种看见 应该身上有东西 把她好好念经 好 以后念掉之后就看不见了 明白 早看啊 不要看了 看是很痛苦的 像你们叫台长 一会看鬼 一会看鬼 全部都是看的 听得懂不了 听懂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 每天在观音堂结束后 需要整理香炉里的香头时 可否把香炉请下佛台来整理 可以的 请下来可以的 拜一拜 请下来 拿一个筛子 明白了吗 把香灰放在里面 筛好的细的放下去了 那个就扔掉 再把筛子再摇一扫 放在里面 再抖一抖 那种筛子大家知道不了 知道 然后拿一个瓶炉 把它弄成瓶 整切就可以了 很多人擦都擦不进去了 还得擦 把香都擦断了 明白吗 还有很多人这里 下面还没烧完了 他又擦上去 从下面烧上来 这都懒呢 学佛都要学的 要叫瓶炉 明白吗 把香的根根全部挖上来之后 放在那个筛子里 筛 筛的这个细细的那个沙 就细细的那个香灰 就在下面 一插去很松软的 把它平炉 往下压一下 把它弄了平 这都是在做功德 一边做这个时候 一边可以念经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 问完了 我们日本公修组的全体同修 也非常爱师父 也非常想念师父 祝师父明天万人法会 顺利圆满 嗯 敬请师父 慈悲加持我们日本共修组 广度有缘 顺利圆满的筹备好 首次日本法会 也欢迎全世界的佛友们前来祝园 感恩师父 感恩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家 你看师父讲的 要让中华文化和佛教精髓 撒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现在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吗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金虹台长的慈悲开示 感恩师父不辞辛劳 要坚持为我们现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 本次佛友见面会 因为原本没有安排看图腾的环节 但卢金虹台长心系众生 特别安排为重病患者看图腾 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恩慈悲的卢金虹台长 感恩南坡大师大悲救苦俊浪 广淡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大师大悲鲁军虹台长 慈悲 帮我看一下我的儿子 1997年主流的 看身体啊 对 脑子出毛病了 脑子啊 嗯 还有 皮的呢 不停的 我看它这个图腾现在又不能动了 怎么不能动 你等等啊 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直到脖子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黑气 还有第二段是从肚子这里一直到大腿 全部都是黑气 黑气 嗯 你学不学佛啊 学我从 你念经不念经啊 我12年 我12月到现在一直念经 12月 12月 就是去年12月 对对对 8个月 8个月 嗯 念了几张小房子啊 我的药精和200张 左右 还有我儿子的药精和200张左右 不够啊 所以我现在继续念 你的儿子我告诉你 血液里有毛病 血液里有毛病 嗯 你一定要好好帮他念经呢 他前几个月呢 你现在有听到有人跟他讲话 就是有灵性啊 已经搞他了 这孩子胃口也不好 吃东西也不好 是什么灵性呢 脑子怪怪的 我刚刚第一句话说他脑子出问题了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已经有灵性在他脑子里了 属什么的 属牛 97年牛 所以一个人 男的 男的 嗯 大概像 五六十岁的男的 五六十岁 你自己帮他家里要帮他念经 我想问问 你有没有过去家里有没有人 车祸啊或者自杀有的啊 就是他爸爸在三年前吧 被人家打劫了 现在还活着吗 不是打劫被人家 他全场走砸死了 才四十五岁了 只有三年了 看见了吧 对 是他 是他爸爸在他身上吗 对 我讲给你听他爸爸什么样啊 我讲给你听他爸爸什么样啊 个子不高一米七左右 对 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被人家打得很惨 因为为什么他参加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听得懂吗 所以你自己 知道吧 他没有什么恶心 对 他没有什么恶心 人家不打别人就打他 打劫 哎呀你真的很愚痴 很多男人事情女人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不是打劫 很多都是帮派跟帮派搞啊 你不懂的 真的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他爸爸经常晚上晚回来有的 都是准时回来 几点钟啊 我们餐馆九点半到十点开门 关门 你在不在那里了 我差不多没上班 他几点钟回家了 他大概十点半 他还老实挺老实 是啊 他老实就好了 做坏事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句话我就想跟你讲一讲就知道了 他不常跟你有这种夫妻之事 你自己要记住了 好好的修行之后 你会慢慢开悟很多事情的 明白了吗 好好帮他超度吧 他自己也是很后悔 明白了吗 他为什么会作弄他孩子呢 什么都不懂啊 你怎么讲啊 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以后你们重病来看的话 你们一定要跟他讲的 先问问他 跟他好好谈一谈 他什么都不懂啊 你怎么样我要跟他背了 要看书的 台长的书上都写的了 他为什么了 因缘果报听得懂吗 你欠人家的人家不来要你呀 债啊 孩子不是来还债就是来要债的 这个不懂啊 知道明白 好好修啊 真的 什么都不懂啊 我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东西我看到了我不愿意讲 讲了他也听不懂 明白了吧 所以有的时候很难讲 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太多了 很多事情不要发生了才相信 人们就是这个毛病 不见关 不见关才不掉泪 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我现在要帮我儿子放生多少 儿子 你想想跟你老公啊 否则怎么会这么走掉的 真的他暗中做了很多什么事情 你都不知道 好了 不想讲了 死人死掉了就不要去讲了 你好好帮他念小房子吧 要念几张呢 念280 好吧 我到时候会叫他到你梦里来跟你讲的 好吧 嗯 好了你让他讲完呀 这样的了 他讲完好了 没关系的 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自己好好的念经 还有小房子 还有放生就可以了 我放生要放几条 800条 好 因为你们家有沙叶 会延续到孩子身上的 不但他在 本身还有灵性 明白了吗 好吗 那小房子要念几张呢 我已经帮他念200张了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280张 现在你们知道脑子什么叫坏掉了吧 这没办法了 对不对啊 你已经现在是蛇了 很快要接近最后那个动物了 嗯 谢谢大家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念经了 过去的一切就过去了 不要让孩子再受罪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孩子也是有罪孽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说哎呀我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有罪孽啊 上辈子上不上了 前辈子上不上了 好了 谢谢孩子 谢谢 好好念经啊 感恩师傅 感恩拿莫大师大辈子 结果就让官方你敢管 进头上 改我的恩师傅君子他讲 你帮我看那个我身子 几几年属什么 他那个 200年8年 200年 200年 9月7号 你看他冲着我叫菩萨菩萨 数什么的 数熟了 脑数 身上有灵性啊 晚上不要睡觉 皮肤还痒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人不听得动 就是啊 说他那个有精神性啊 也有那个语音障碍 脑子呀 灵性听不懂啊 懂 哎 哎 哎 我不想多讲 给他念小房子吧 又念多少 先给他念三百张 我已经给他念那个三百张 你已经吃饭吃到今天了 你明天吃不吃啊 那换身多少 一万条 一万条 这个孩子这个灵性很容易走掉的 是一个善灵 在他身上 经常会直说直话 他经常直说直话 听不懂啊 知道 晚上不要睡觉 还有脚抽筋 是 爬在他的肩膀上 爬在他的腰上 明白了吗 明白吗 叫什么名字啊 爹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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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帮他念小房子 喂 看看师父 看师父 看师父 不要 不要上来 哎呀你们不要动 你们不要怕 师父在 喂 看师父 看师父 看看师父 我们不要动 uits 看见菩萨吗 知道他为什么叫菩萨妈妈吗 关世音菩萨 现在在我身上 要学会念经听得懂吗 懂 我问你啊 喂 他还接我气 马上手就发麻了他 不敢看了 你看见了吗 观音菩萨 嗯 观音菩萨 你知道观音菩萨 他在我身边 他在我后面他怎么救人呢 挺好玩的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非常非常慈悲 他就拿杨柳啊 他就这么杀杀杀 好了 没什么问题 小方子念掉就好了 要给他念 还有你们家里有一个灵性 明白了吗 什么颜色 灵性啊 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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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属牛的 脑鼠 脑鼠 黑的 黑的 谢谢 让他当心哦 这小孩子啊 我告诉你 小便的地方有问题 是 是 他一活着呢 就是在小便有问题 马上就在 因为这个灵性老弄他小便的地方 明白了吧 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帮他念经 爸爸 谁鼓掌谁就是他爸爸 是 看看爷爷头上有没有菩萨 看看爷爷头上有没有菩萨 菩萨有吗 菩萨 菩萨 好了 好好念经去吧 谢谢 谢谢师父 救救这种孩子很容易的 好了 下去吧 已经给他加持了 你们记住了 你们好好的学佛修心啊 这个灵性弄他的小孩子的那个 这个小便的地方 一直揪住他 所以他这个地方会抽筋 所以一个人很苦啊 你们自己一定要学会 在人间怎么样来避开这些劫难 我们有形的这个灾难还能避开 无形的 无形的 灾难是很难避开 就是自己心中的那种压力 所以一定要放下 师父这几天跟大家也很开心 也希望大家更好好学佛修心 明天把法会办得圆满 让更多的人来学佛修心 谢谢大家 法喜充满 愿人间 菩萨智慧 撒人间 佛情有情 在人间 好 谢谢法师护法 谢谢各位 我们的佛友们 这几天大家都过得很愉快 明天是个大法会 希望大家多多的护持 我已经请了很多大菩萨明天都去了 所以有缘分的人都看得见 明天龙就会有八条 所以要尽量的度众生 不要浪费自己的余生 不容易的 在海外弘法不容易 好好的珍惜姻缘 珍惜人生 你们都是菩萨的后代 我们都是未来的佛 要好好的从我做起 彻底的改变自己的一生 时不我待 好好的抓紧时间 千万不要再浪费任何的一分钟了 让自己发喜 让自己开悟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之洪台长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之洪台长 世界佛友见面会 本次佛友见面会圆满成功 祝大家学佛精进 发喜充满 发喜充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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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